第一個陳同佳這個案子行政院法務部以及陸委會 目前都已經有多項的原則在處理 這個原則當中包含了要堅持我們國家的主權的尊嚴跟我們的司法獨立 同時也兼顧到香港的政府對這件案件 是不是他能夠實行他的司法管轄權 以及台灣願意來協助配合整個事實查明的真相 所以這裡我要必須提到的是 所謂的司法管轄權在主權國家的司法管轄權的涉外關係當中 很清楚的這必須是雙邊基於司法互助的協議行為 而不是任何一方單邊主義的選擇性辦案 否則我們現在還有很多滯留在其他地區 其他國家的對台灣經濟傷害很大或是重大的刑事案件 都不能夠有引用雙方的司法互助協議來請他們回來或是來投案 只有這一件單獨能夠這樣來處理 顯然就是單邊國家的一個單邊主義的選擇性辦案 這背後一定有他的策略有他的目的 那國家應該要在國家主權跟司法尊嚴上面要慎防這件事情 很足夠的器 justice 就是這樣 這樣